风景自然 只是旅途上的过眼云烟 温暖心头的始终是路上遇到的人同事 我们可以交换生活、交换感觉 有时候你会得到一个微笑 有时候可能会得到一个啟发 分分钟会改变你的一生 慶幸,我又有机会舊地重游 再次感受台湾人的热情浩客 细听他们的故事 今集台湾民宿2 我们由高雄出发 第一站先去阿里萨 感受一下森林和原野的魅力 未上阿里萨之前 先试一下嘉乙最出名的火鸡肉饭 刚刚去年就有一个 台湾招牌饭票选活动 就有44万名网友 票选嘉乙火鸡肉饭 是全台湾最美味的饭 我叫江陈明慧 我是这里的老板娘 我已经开了30年了 我们这里有滷白菜 还有丝木鱼肚 还有火鸡肉片 最好吃的 还有苦瓜汤 这么多名人来吃过 究竟这个火鸡肉饭要怎么做 才可以这么出名 做到客厅云来呢 在这里吃是嘉乙火鸡肉饭 嘉乙火鸡肉饭最出名 因为那个火鸡不能太 差不多要一二十斤 那个比较好吃 我们那个是用那个母的 那个供的比较不好 比较那个肉比较粗 那个母的比较细比较好吃 还有那个腿肉是我们另外卖的 一支火鸡可以做一百多碗 当地的居民无论早、午、晚 都要吃一碗火鸡肉饭 可能是因为每一粒饭 都有家的味道吧 以我所知 最多人会去阿里山看日出日落 但原来云海、晚霞、森林 和高山铁路 都是阿里山的著名景点 在阿里山的大自然环境中漫步 可以将整个人的节奏放慢 你会发现天空其实依然广阔 只是看你有没有将心思放眼四周 如果要由嘉义去阿里山 可以搭阿里山森林铁路 整个车站都是以圆木打造 可以令游客感受到森林的气息 为大自然之旅揭开罪魔 阿里山车站并不是我们的终点 我们还要搭另一辆火车 去我们的目的地 我们现在要搭这辆 是神木线小火车 上车吧 阿里山森林铁路开发初期 是以运送木材为主的 亦是早期山地居民上山 下山和运输生活物资的主要工具 近年森林观光旅游急速发展 列车演变为观光用途 年初更加会有很多游客 踏成竹山线 去到竹山的观日平台 看第一道晨光 在阿里山森林游乐区 有一辆森林铁路 究竟它带你去哪里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目的地 因为这辆火车 只是给你看看风景 而每辆火车的车程 不会超过20分钟 我这辆是大概十多分钟左右 我去到沿途可以看到很多美丽的风景 我这里就会看到神木 所以这一条就叫做神木 坐着这辆古色古香的列车 正式开始我的森林之旅 火车开得慢 但我一点也不介意 我其实很享受搭火车的时间 可以静下来 将眼前的景色快速手画 窗外可能只是一片树林 不停重复同样的景色 但阳光穿透树蔭这个画面 依然是百看不厌 开始看到云霧了 好像差不多到神木站了 欢迎来阿里山 森林游乐区里种植了不同的植物 亦有不同的步行径给大家游览 有狩猎古道 塔山登山步道等等 神木就被称为阿里山的精神地标 60年代曾经出现过一棵高达52尺的神木 树林达到3000年以上 可惜被雷雨摧毁 所以当局就搞了一个活动 推举另一棵巨木摘棚 最后胜出的 就是有2300年树林的 阿里山香林神木 搭完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里面的 七分钟的小火车 就来到这个很漂亮的森林 这个森林里面最多就是这种红范树 这个红范树 走走地都千多年历史了 不过我就不够时间找三千多年那棵 因为我要赶着搭火车 回到阿里山 我觉得来到这里 最重要是做一件事 就是深呼吸 因为这个世外桃园 真的很漂亮、很舒服 想不到只要一个多钟的车程 加十多分钟的火车 就可以来到这里 大家一定要来 有首歌说香港是一个大商场 只不过是由尖沙咀到铜锣湾 中环到旺角 都有十多二十个大大小小 一模一样的购物地方 其实我们可以找一天放假 去香港的后花园 看看我们香港的另一面 香港也有山、有水、有鸟宇花香 或者像我那样 去旅行也找一个地方 好像阿里山 可以放松身心 当然要永远拥有这个后花园 保护树林更是我们的责任 好像说得太远了 不如我们现在坐火车 到阿里山的芬喜湖 看看还有什么好玩 让我们一起来玩 粉器湖老街被称为台湾海拔最高的老街 它位于粉器湖火车站附近 以前的人坐火车上阿里山的话 粉器湖是一个中途休息站 老街上的黎曼珠笼笼的怀旧气氛 是奮起湖旅遊的一大特色 當地的便當、豆腐和糕餅等美食 都很受旅客歡迎 看到光復突快這四個字 就知道你去到的地方買鐵路便當 奮起湖最有名 其實是它的鐵路便當 而這間老店已經有100年歷史 它被譽是全台灣最好吃的便當 我們一起進去試試 如果你想買鐵路便當吃 就要自己填製的 然後就來這邊 謝謝你 不會,謝謝你 究竟我的飯會從哪裏出來呢 難道從這個洞洞出來嗎 原來整塊木板後面有人操作 給錢、找錢的,你看看 連這裡的找錢方法也非常貼合這個主題 是要經過這個路軌才能拿回你的金錢 這個就是粉喜湖便當 這裡有三個招牌菜 一個是酥炸排骨 一個是軟黑豬肉 還有一個如果不吃肉 也有一個掃板 每一個飯裡面除了肉之外 有些菜、豆腐和粥料 全部配合進去 你看到也很大份量 你看到前面這裡 每一個套餐都有茶、湯 以及這款 他們自己製作的番茄汁 給你喝 如果你是一個超級遊客 又想拿些紀念品回家 它就有這個特別板 這個特別板裡面有一個盒子 有餐具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有趣的道具 火車票 你吃完飯盒 就可以拿這些回家做紀念品 大概在西元1911年 民國元年阿里山鐵路通了以後 我們的曾祖父就來到這裡 一開始是在鐵路當工人 後來覺得這裡人潮越來越多 我曾祖父就開始在這裡 開個小麵攤、小吃攤 從那個時候開始做起 民國四十幾年的時候開放觀光 火車就有很多的 國內外的遊客 搭這個火車到阿里山去玩 嘉義到這裡要三個小時 相當累、相當餓 所以就開始做起鐵路便當 到現在快要一百年 這次去的這間民宿叫阿障的家 其實去民宿真的像去別人家一樣 每間家都有不同的風格 有不同的故事 就像在家裡那麼溫暖 由奮起湖開車到阿障的家 大約二十分鐘 去到民宿門口 就看到很多用石頭砌成的小屋 很原始田園的感覺 我身後的民宿就是阿障的家 她的主人阿障就放棄了她的高薪厚 來追尋她自己的夢想 還很有趣 將這裡打造成一個 迷你的州族部落 其實我開民宿不是當時我事先想好的 當初在快點公司是因為也待了夠久 我自己認為那個不是我永遠生活的地方 我就下定決心要回鄉了 當然回鄉我也不知道要幹嘛 只是心裡想說我應該是要回去祖夢了 那後來回來以後 那當然是經過一些親戚的介紹 我的太太我們就結婚了 當時就想說這個王子跟這個公主 結婚以後就從此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 可是不是這樣 那個時候我就是大概每天做半天 做茶包然後開始賣 那另外一個半天就來這裡 以前這個地方什麼都沒有 就開始蓋房子 那個時候是蓋得很簡單 就先蓋一個那我們可以先安頓 我們一家三口 就開始從那個時候十八年前 陸續蓋一直蓋 蓋了幾年之後 有很多朋友跟我建議 說其實你現在房子沒什麼事 你可以做民宿看看 一開始做當然是兩三間開始做 過了一年就做五間 五間就可以住四十五個人 真的是做得很累 我們亞洲民宿應該不是這樣 因為太多人根本就是鬧洪洪的 根本沒有辦法這樣子聊天 都沒有辦法 跟談不上什麼交流什麼互動都不必了 從第四年開始 我們把人數降到三十個 之後我又可以開始診斷之後 人數我又降到剩下二十一個 也就是現在的人數 當然我們發現這二十一個 是剛剛好 這裡是亞洲之家建的第一座避難所 對於他們兩夫妻來說 是有一個特別的意義 而它最有趣是廁所裡的洗手盆 是可以拉出來的 當初亞洲為了逃避土石樓 就建了這個可以暫時居住的住所 就是這樣 起一間又一間,起一間又一間 慢慢成為一間民宿 就像這些貓貓一樣 他們本身其實只有八隻 後來遊客又送多了一隻 咖啡和波斯給他們 亞洲的家的成員就越來越多 加上有很多人由遊客變成朋友 就成為了一個溫暖的大家庭 周族的麻糬有三種 第一種就是現在飯的 你看這是糯米、地瓜 過去是周族的主食 第二種就是加芋頭 第三種就是加香蕉 手部可以擺在這個上面 要敲到什麼時候呢 敲到這樣拉上來會牽絲 台語叫堪西 這個先給它倒黏一點 現在換你了 好 這個啊 周族的文化來講 這是女人的工作 因為男人要去打獵 這個很黏喔 很黏喔 好來來來我再示範一下 就要處理了 現在很像變了小朋友吃的 粥 對不對 粥,稀飯 對,稀飯 有點像 但是你再倒一下就不一樣了 整個菜一定都不容易 因為其實它現在越做越黏 它一黏的時候 你每一下抽出來 都好像要跟它對抗 要很大力才要做到 還有 因為如果那樣東西是很硬 你很快會看到成果 你不斷放下去 但是因為它是飯 你只會不斷看到它 好像變成小朋友的小糊 所以你只要不斷煮 不斷煮 怎麼樣呢 可以嗎 不可以嗎 現在還沒 還沒 你看已經開始牽絲了 拉上來都會一條 吃起來明明像一碗粥一樣的食物 但是吃起來是甜的 還有平時我們在街上 會買到吃的糯米糍 那種煙韌和這一種是不同的 這一種的煙韌是軟一點的 好像油和板一樣的 吃起來是很容易溶在嘴裡 是很好吃 繼續吃 不錯吃吧 這間23咖啡館是由阿張太太煮來 是阿張送給太太 結婚23周年的禮物 煮咖啡嗎 其實從我還很年輕的時候 我就非常喜歡喝咖啡 開始玩咖啡的時候 是用炒菜鍋去炒咖啡的 雖然不是很好喝 但是還是覺得這個回憶很棒的 那你覺得阿張是個怎麼樣的老公 他是一個很幽默的老公 然後我後來才會再加上 他是一個浪漫的人 但是以前我並不覺得他浪漫 因為他連一朵玫瑰花都沒送過 對啊 所以我覺得他怎麼這麼不浪漫的人 可是那時候他把這個咖啡館完成了 要送給我 他告訴我他的想法的時候 真的把我嚇到了 所以那時候他還辦了那個音樂會 讓我覺得好感動 都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有看過用這個組的咖啡嗎 我有看過 但是我不懂 不懂 你看我開始攪拌了 很漂亮 而且很香 那除了咖啡之外 還有什麼東西 你很想你老公送給你 其實我覺得 我現在已經很滿足了 因為我每次 我想要用什麼 他就會去想辦法像這個架子 這個架子很讚 我跟他講說 因為我的這個這麼多個 都是這樣子放著會搖搖晃晃的 感覺有一點不安全的感覺 我就跟他講說 我需要一個架子 然後他就去外面那個材料堆裡面 找一找 翻一翻 隔兩天他就把這個送過來了 你看新鮮的咖啡就是這樣 它的泡泡很多 對啊 對 如果這個咖啡不新鮮的話 就沒有這一層泡泡 你看 好香喔 你說 這是最好就是不要加 對 OK 對 你先聞 先聞香 去感受一下它的香味 然後一小口 很燙喔 小心 很好啊 你會說 杯咖啡那麼香、那麼濃 究竟是因為亞里山的咖啡豆 真的那麼漂亮 還是像哥像嫂的愛情 甜蜜到在杯咖啡那裡呢 亞像的家就是亞像夫婦 故事的載體 這裡的一草一木 由高低起伏 一磚一啞 一字一句都得來不宜 我跟她的一個愛情 談不上浪漫 但是我覺得啦 你看我剛剛講的 在過去 剛開始的時候 很辛苦 到幾年前 她跟我講了一句 非常窩心的話 她跟我講說 這樣回想起來 那剛開始 你的堅持是對的 我跟她講 你看我們這樣的 辛苦的打造 雖然不是很好 但是這個不是 可以用錢衡量 這個是我跟我太太 一個努力的一個結果 我的角度是 用我們的生活 來經營民宿 讓來的朋友 跟我們一起生活就好了 就是說我們州主人口 很少 但是我們希望 回到自己的主人 能夠發揚光大 能夠注入新鮮 用這樣的例子 來鼓勵我們自己的主人 特別是年輕一代 正當台灣發展觀光的時候 也是原住民部落 最好發展的一個時機 阿將運用石頭和木材 這些原始起屋材料 強調州族原住民的建築元素 讓遊客都可以體驗 周族人的山上生活 在阿將之家這裡 每一棟民宿都起得非常迷你精緻 有一點覺得自己 好像在紐西蘭的Horbiton Land 可以aint jadi 二 itt跟周族很多emetery 到夜了 阿將的家將會為你 獻上難忘的晚上 不要再一個人also 不如加入鄒族,一起參與營火會 跟其他人聊天,吃著烤肉 聽阿張的故事豈不是更好 阿張,你現在在烤甚麼 我現在在烤這個鄒族的烤肉 黑豬,黑豬肉 黑豬肉 對,那我一般來到這個地方 就是要,尤其阿張的家 這個原味民宿 就是要品嘗這個原味的食物 你會不會讓你的客人幫你烤 偶爾會體驗一下 在阿張的家烤肉的感覺,還不錯 我覺得它好像放大的培根 培根 我覺得進入後的阿張的家 是像另一個世界一樣 雖然所有東西繼續很可愛 很迷你 但是這裡就變成了一個營火晚會 而這個營火晚會 你在香港一定一定找不到 你會不會讓我到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